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 领受上帝的话 并且透过上帝的话 我们一起来 有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深知,唯有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才知道 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己 求主就帮助我们更深 并且开启我们的眼睛 去看见你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个快乐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 以及十六节到十八节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节 正是约翰福音里面 一段非常独特的描述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的一段话语 而这段话语之所以独特 之所以宝贵 而是来自于 他是在圣经里面 独一无二的 独白式的去告白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 耶稣基督 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是的没有错 或许我们真的很难 从这个世界 任何角度去知道 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很特别的 上帝却透过他的独生爱子 他道成了肉身 就住在我们当中 这很特别 为什么特别 因为一个荣耀的奥秘 上帝并竟然变成了 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坐鞋的鞋匠 居然变成一只鞋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因此这段经文里面的 那个柱其实非常有意思 因为道成的肉身 柱在我们中间 那个柱在希腊原文里面 刚刚好是搭帐篷的意思 那个搭帐篷 不禁让我们想起 在圣经的记载里面 在旷野中 当神的荣耀 就来到 住在以色列人 他们所搭起来的 那个会幕里面 就象征他 住在他们当中 而 就好像我们在读到 启示录 第21章的 第三节里面 圣经这样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上帝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刚好就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释下了耶稣基督 就与我们一样 并且在我们当中 正好呈现了上帝的恩典 跟他的真理 透过这样 他来爱我们 为上帝的爱 就与我们同住 并且就好像搭取帐篷一样 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让我们所在的地方充满荣耀 并且在那里 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他已经应许要做我们的上帝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亲爱的主 我们生之 我们生之 你以四下独生子来爱我们 透过他 我们深信 你要与我们同在 你示下你的恩典 你示下你的真理 就与我们同行 主就求主 你帮助我们 更深地认识你 并且帮助我们 紧紧地抓住你 住在你的荣耀里 与你 同行 并且知道 唯有倚靠你 我们的生命 才知道 要往哪里去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 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